诺贝尔发明了什么? 诺贝尔是瑞典化学家、工程师、发明家。 他一生拥有355项专利发明, 如TNT炸药、安全雷管引爆装置等。 诺贝尔出生于斯德哥尔摩, 1841年进入当地的约台小学上学, 他学习努力,成绩经常,名列前茅。 1842年,诺贝尔全家移居俄国, 因诺贝尔不懂俄语, 他的父亲便请了家庭教师, 辅导他们学习文化。 1850年,诺贝尔以工程师的名义远渡重洋, 到美国爱立逊的工厂里实习。 1890年,诺贝尔在胜利膜创立研究所, 不断致力于各种各样的新发明, 涉及到化工、机械、电器、医疗等领域。 诺贝尔去世前设立了五种奖金, 奖励当年在五个领域内做出最大贡献的学者, 后来人们还加入了经济学奖。